大家好,又回到我们的芒向编辑Pro 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迪浩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亦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讲一下对华鹰派变节 其实早几年在西方国家当中 我们澳洲基本上就是和中国关系最差的国家 之后到加拿大,孟晚舟事件 加拿大说真的,可否这样说是被夹上战车 有点自己也有拿来衰的感觉 但我们还懒投出,冲到最前那个,最可怕就是这样 这个被称为对华鹰派 亦都令到中澳关系过去几年很困难的 前总理魔总的Scott Morrison 莫里森 莫里森 他想不到,一前就是 去见了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萧千 大家好似听得都不错 你看看,摩总 其实他有点,对呀,对呀 我们再看看,原来摩总 昨天见了大使萧千 昨天见了 双方和肖谦大使说 中澳建交50年来各个领域交流合作 成果封石实现了互利共赢这个现实 我觉得大使也是相当地谦卑 他说澳洲自由党在两个国家关系 发展过程当中发挥过积极作用 发挥过程当中澳关系是企稳向好 中方愿意和澳方一度努力 双向移行改善 维护发展好双边关系 希望自由党是给予理解和支持 说真的他现在都不是头面人物 这个摩总也有少少影响力 摩总就说 这位前总理就说 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世间罕见的奇迹 澳中互利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希望澳中保持建设性关系加强经贸 旅游教育等等领域的交流 探索新能源等等领域 双方在坦诚友好的气氛当中 对于共同感兴趣的问题 是广泛和深入交换意见 本来他之前说过 就说不会见肖谦的 去年才这么说 他没有说错 他做总理的时候不会见 不是 不是 现在他不是就可以见了 其实为什么可以转太转得这么快 因为摩总就说过做完这届议员就不做 会不会想和商界 尤其是中国商界打好关系将来好些做生意 大家知道他也是帅哥 这个人也是帅哥 刚才他有说到这些新能源的东西 没错 这个点就是我觉得 你说到经贸 他强调在经济上有很多 他也是经济动物 我们也是 但是去年3月 在面对肖谦提出的会面申请时 当时他拒绝 当时他是总理 最后就派了澳洲时任外长 我也不想叫他7加1婆 但是我很想看到他的样子 就是Ping而已 Morris Pink 现在见了肖谦 而且从当时的媒体来看 那时候的外长是没有拿出什么想改善中澳关系的诚意 也是很硬的 你知道Ping是以前的 问题就是 为什么使得对华鹰派大改变 是不是变节 你 原来澳洲的专家就觉得 之前摩总 表现得对 中国不友好 大致两个原因 一就是当时为了选举 而他所属的自由党 不少人认为 对华强硬会被自由党在选举上加分结果 就证明了 不是 是失分的 现在的许智峰好朋友 Patterson 他也是很硬的 未来看算不算得到 第二就是 他政府内部当时有不少人认为作为 澳洲盟友美国 怎样都要势死相除 对华强硬才是符合 他们的利益 你很难转身 你看看你国内多少生意和中国有联系 现在他转身就难看了 专家也说随着自由党在 在摩总领导之下输了 真是达顿 现在不敢说什么战股星 真的走 没有以前那么强硬 所以 他或者明白了这个极端路线不可以再走 对于他自己和自由党 澳洲都没有好处 其实我觉得 这个专家说得那么伟大 我不相信 我觉得他 可能 之后有些 商业上的东西 我反而是 你可以说我是 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福 这个人就令我很难想象到什么 你的猜想应该相去不远 是的 摩总什么时候上台 18年8月 改选党会 之前的这位 本来他不是很英派 但是被人逼迫 被特朗普闹召他 谭宝被逼下台 最终由摩总 成为澳洲总理 他刚上台 就是 宣布要撥款 帮助太平洋岛国 收建基建 以及在白楼 马少尔群岛等等 设立大使馆 外界就认为 他的目的 就是压制 中国在大洋洲的影响力 当然他当时说 我们不能让这些地方 陷入债务危机 还有一件事更好笑 王立强记得 记得 假扮特务 你用个扮字是完全正确的 那时候 台湾媒体还说 肯定是 你这班人 为什么不澄清 民进党骗了选票就算了 不过是这样 不过是这样 而且还搞到韩国瑜很麻烦 因为王立强 指控韩国瑜是北京的人 有没有人告他 算了 韩国瑜真是很惨 他宣称 中国是滲透 澳洲 企图影响澳洲政局 并且 是试图派人员滲入澳洲国会 不过 未过 没有成功 摩总就说 很害怕 会严肃处理 结果最后就是 7 证明他是个骗子 他是一个在中国犯了很多事 想着申请Refigee的人 没理由不知道 很多这些个案 虽然 那些不是说自己是特务 不是说什么高官 林子米 很多例子 已经知道了 摩总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 大家一起做场戏 和小英也是 现在 绿营的人有没有患 韩国瑜清白 没有了 华智里 立救杀 我都不想这么说 但是 这个 王 王声 就说 这样 被中方否认 当然否认是假的 鼎你 但是 澳洲安全部门 认为他在情报界 可能只是 那些 经手过低级情报人 他根本没有经手过 你老屈 经手都没有经手过 根本 他就是 根本是个骗子 考虑 这个不是我说的 澳洲法庭说的 你 你对不上号 还有他说的什么 什么 滲入手足 你不懂广东话 你知道他们很本土 之后 连那些 官都说你到底知道 不知道 你稍为 了解一下香港 那些所谓的手作 都知道 说普通话 除非你很出名 什么黄丹 那些 他怎么会让你滲入 2020年4月 这个就是令到 中澳关系 最大严的一件事 就是 澳洲是提倡 各个国家 支持 是 提倡各个国家 就是支持他们 向世卫 施压 叫做要独立调查 这个 大流行的起源 但只是调查中国 他一这样说出来 很多国家响应 美国的盟友 最后真的有调查到 又去调查 烧千大事 我都觉得他真心有胸襟 见到这条磨碌 摸总这条磨碌 另外 2020年11月下旬 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 写信 给 悉尼先驱神报 指控澳大利亚政府和国会议员 和民间 有些组织破坏中澳关系 当然 这些其实经过翻译之下 就说要指令澳洲做事 这些翻译也是抹黑的 你听回原文就不是这个意思 当然最后 亦都是大家关系很僵 一系列 搞到我们 在 中国的 市场被 其他盟友蚕食了 因为 很多的 澳洲王牌产品 是 在中国 受了 组织破坏的贸易 你不要忘记 以前我们 澳洲 收入相当地可观 澳洲 所以澳洲 到此时此刻 还是要 将龙虾其他的产品 想再次入华 就是你 你呀你呀你呀 Scot Morrison 摩总 搞到现在 还要这么多人受苦 阿哥 很困难 真的很困难 唉 所以 看起来 都只能这么说 他 做的事情 当然是破坏中国关系 到最后 你开开心心笑一笑 其实这位肖千大使 真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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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挺大气 如果 说真的 如果 是爱与当汉 驱逐宿警 不是 永远都不会见你 现在的 驻土耳其美国大使 应该 有些危 换人 自开感 我觉得就是换人才有用 摩总之后 亦都说 以后会专心于自己选区 甚至 不早 怎么信你呀 但他后来可能真的不早 我觉得 为什么 专心选区 会不会是这样 现在打算铺下路 他专心选区 转转下 又好老嫂 会不会这样 又好老嫂就走 恐怕是向着这个方向去 没错 唉 所以得淡少 其实说我们的华人 你知不知道第一个到澳洲的华人 是多少年前到澳洲 即供应 就是有位 清朝 对 清朝文 是不是清朝文 应该是 就叫麦细英 OK 但是你知道以前 那些西人不懂得分我们的名字 那些名字 本来麦是我们的姓 叫细英 那天就变成了他姓 哦 即是后面那个桶是西英 英文是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叫亚某亚某 因为 好像叫曾亚某 亚某就是以前 他们变成了 他们的姓 没错 没错 麦细英当然是广东人 不用说了 都是广东人 我们最早来 五看一看都两百多年 澳洲当然 亦有我们华人的贡献 好 今次的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